廟會活動現場 六名男子拿著棍棒 將一個人團團包圍 不斷的朝他揮舞攻擊 一旁民眾也幫忙勸阻 但還是沒能平息這群人的怒火 明明是廟會迎接媽祖回軟 為什麼變成暴力衝突 原來彰化湧進慈聖宮媽祖 到北港進鄉回軟 一名胡姓直播主社團贏家 直播主這邊一名秋姓男子 在迎接鎮頭時 遇到跟他有過節的流姓男子 兩人打招呼時 被對方反推了一把 秋姓男子活都來了 帶著直播主的其他朋友 拿棍棒將他痛毆一頓 警方到場時 還開了四槍制止衝突 鬧到這邊來 然後從那邊一起打 打到那邊 打那個破洞有沒有 很恐怖 非常非常恐怖 整個在打 警察還開了四槍 對 事後打人的六名男子 加上胡姓直播主 一共七個人都被警方帶回 以聚眾鬥歐等罪名移送法辦 認為他講話太大聲 以為他對他美不友善 而引發的糾紛 而被打的流姓男子 疑似也找來朋友報仇 將對方的三部名車 以及一部貨車 全部砸毀車窗 後照鏡等等 警方事後到場調查 也將全力偵辦 TVBS新聞 陳志忠黃國軍張子民 彰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